對不起 感冒的聲音比較沙啞 我要問的是 不是問 而是說葛林老師提到申訴牌這個東西 那我非常感謝老師在談到申訴牌 這樣一個中國傳統留下來 一方面是信仰的東西 一方面也是一個非常寫 其實是器物上的東西 然後帶出這個 這個什麼形式器物也聽不懂 它在我們看來是一個物件 但事實上這個背後 有很深的形而上的東西 但是透過老師這樣講 我自己在感覺到我們接觸到的 就是我個人接觸到的 我覺得許多時候這種內聖外亡 就是非常形而上的東西 事實上當很多時候的一個家族的後人 笑的話 我是覺得很多形而上的東西 就變成非常的形而下 而且你邪惡 你嚇你了 但是呢 陳博老師提供給我們 對整個台灣的前世之上 甚至透過神經堂 讓我們去了解 讓我們內在一種 對態勢 我們也要去探索 我們家族 那種我們個人整個的前世 是真的 這樣帶出來是這個東西 但是呢 我們 我是覺得說 有些時候我們的文化已經流到一種淺 到最後 只發了一個 即時上的東西 固執明白 但是那個內涵都 哇 我跟正你這一句話 我們同樣吃最晚飯長大 你今天就聽到另外一種 改天你會聽到 比我講的更深層的東西出來 我們的文化從來沒有下流化 從來沒有淺疊化 只是你接觸的因緣 通到的人不對而已 對 所以 不要因為我的造詣 而詛咒這個社會 而放棄 我跟家族有這麼深偉 他說 我看之前 聽透過老師這樣子分享 還有透過老師這篇 那個 這一本裡面的神主堂 我覺得我是一個 帶給我們一種 非常形而 透過 一個可見到 可是背後很深層的行為上的東西 背後的意義是很深廣 他絕對不是只是個 你原信啊 或者一個什麼 家族的那個東西 沒錯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很重要的 而且 我們透過這個 我們發現 不是只在哪裡 一命燒香 一命莫敗而已 背後的東西 連比你燒香 連比你燒 太多的什麼 扣籍啊 付錢啊 你現在差不多可以確定了吧 這一點是什麼 背後就是什麼 是絕而已啊 就像你現在已經正在掀起 你要打 你要去覺悟的那個過程 你知道嗎 你正在流落的 那個盛情的東西 就是禪宗所講的 誤了嘛 你死是度啊 誤了是度啊 然後誤了又如何啊 不過是回到肉炒人間 做該做的事 隨時做應該做對的事情 可以啊 阿蘭說的 諸二 什麼樣 莫作 眾善 奉行 世衛 佛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那既然這樣還有什麼佛不佛 拜大孫的 拜謝孫的有什麼不一樣 啊 比較壞也 淋過這孫而已 啊不然要去做 身外無所 心外無所 問題就重 你再講的行和上最難的那個 那個自己的覺悟性的問題 當你真的無聊 就是身心自有 絕對自有 不受一切受幾乎 而且呢 像我看到了 這麼多的政治 這麼多的種種種的 看了那個宗教團體的一大堆 越多的大師看越多 我又覺得 哎呀 讓我越來越發行 更強大的悲心 應該去幫助他 應該去贊助他 應該去贊助他 是啊 我告訴你 當你有了自己以後 你看了任何更大的災難 更大的不幸 更大的不公不義 你只會產生更大的力量 沒有肥 那個 我知道你的體 聽了我在講神主牌以後 你的反應非常正常 因為 我們竟然被掩蔽了幾百年 都不肯還給我們自己 文化應有的尊嚴 內容 跟驕傲 你知道嗎 我們的靈魂觀 很有意思耶 你不覺得嗎 靈魂後 還要熱熱水女 熱殺女 這個過程 你去問中 看看看誰懂 他們還有什麼東西 你還沒有發現 封建 禪浪制度 從順之後 中國已經沒有了自絕了 你知道嗎 總是以後就加天下了 疑啊 那一隻疑啊 可是禪宗為什麼要回到 還有真正古中國的靈性的自絕 絕對不是地義性的中國 你知道嗎 是普世人性的靈性 有了自絕 我還甩贏那個什麼統獨不統獨 對吧 難道 你知道像現在中國那個統派在講 那種賊臉 那種低級 那種下流 什麼東西啊 然後你看看現在那個 我實在不想批判這些 因為很簡單嘛 你就坐在一起就好了嘛 所有東西 根本不需要你在那邊變來變去 幾年前我第一次接到 東口的知識分子 一天他們講話 夭壽喔 大江大海 有夠大 就了不起 我就想 我們怎麼這麼小家子去 談到第二天 就是那個蘇小康 寫那個和尚那個 有沒有 當時東口時報在促進最早的 出口派的 東口時報的人間互刊 那那個有一段時間 專門怎麼樣你知道嗎 我甚至於相信那個都有特別策劃過的 讓他出現一篇台灣的文章 出現一篇中國的文章 讓兩岸通通看 當時呢 一個寫和尚就是 在中國就是這個蘇小康嘛 民營人士嘛 那他寫的是和尚 要打破中國的城牆文化 走向什麼什麼 阿陽對吧 要把那個城牆打破掉 那既然有中國那麼大的東西 那台灣誰來跟他對談 咦有一個寫走水溪半春風寒 我想我們就一條小小條而已 沒關係 我就說一條的三十八年 那要我跟他展開對話 然後就找來了 找來了 他們就那個時候的主編就問我 那你要帶蘇小康去哪個地方玩啊 那我說我想一想 既然是台灣嘛 要帶他去玩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 第一個 玩兩個地方啦 第一個 玩台灣的高山 那你們中國沒的出來 第二 看台灣的原住民文化 那你們沒的 阿你如果要比 要做什麼 都沒關係 撐好叫你比 結果他們說不要啦 為什麼 因為他們也不了解 那些文人都不知道啊 他就給我鎖定在這種人文 這種民間地方 鄉土 所謂的鄉土 我說既然要看鄉土 那跟我來去兩個地方 從鹿港到北港 走水溪三四百年來 百種的四十公里的大上面 鹿港有一座天后廟 跟有一座什麼 古蹟的那個叫什麼廟 龍山市 你去看 那個是很典型的北方的建築 北港 有一個完全土生土長的 台灣的偷島文化 我們北港麻祖廟 這個麻祖廟怎樣你知道嗎 都立足跡到什麼程度呢 不得那樣 你只要把一個女人 把所有的珠寶 化妝品 從一個時間塗上去掛上去 那樣能看嗎 那樣就是北港麻祖廟 你知道為什麼 一個朝代來 膠紙燒什麼東西的 搞進來 那個 它是不斷的更替 不斷的產生新的 它就沒有彰化 所以它就沒有規則 那它也欠缺官方 竟然啊 先天不良 後天失調 一般都要 爬生的 改去這樣 北港麻祖就是這個時代 一個代表官方 一個代表民間 大家一天會來看 結果呢 後來我發現到怎麼樣 原本不是那一回事 朱小康來了 我就安排 我們先到北港 這個過程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 到了 哦 有啊 要不要緊 就到我們家北港 然後就來了 那個人是性群中人 蠻不錯的 然後我們就進去北港麻祖怎麼樣 哎呦 你知道我們北港麻祖 好客的 鑽人麻祖 然後把他奉為貴賓 因為那個時候 中國書爸爸 他吵得也是蠻紅的 以為是什麼 大名人來了 請他書好 請他什麼 然後大家對他非常好 廟 那個廟的老大 就開始來介紹給他 你看 這個叫做好竹丁 這是三百 兩百萬年前 什麼什麼的古蹟 哇 這個神造海表 是雍正的什麼什麼的手機 其實那個都假的 都是從你來的 可是我在旁邊 我就感覺到 怪怪的 就是說 對於來自一個四五千年 文化古國的文化人 介紹兩張百年古蹟 好像怪怪的 好啦 這樣看出來 但是人家呢 大大隔籍啊 也是一樣啊 很熱心 好 好